跟我分手了这么久 你想过我吗 没有 我有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一起吃个早饭再走吧 对 正因为是生日 才要和重要的人在一起 希望是再眼不见的再见 你去 昨晚的事情完全想不起来怎么办呢 我竟然在许子豪家睡了一晚 又散了 夏天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你去 你去 一起去 关心 关心 这个蛋糕我现在就把它打开吧 这花里你捏了我去给它浇水 对对对 对了 你们两个知道夏天去哪儿了吗 他没告诉你的灯号 没有啊 没告诉你啊 我不知道啊 夏天 我先走了 不再坐会儿吗 你慢点走啊 关心 你开车路上注意安全啊 没有 拉拉 快点给夏天打电话 我打啥 我打不透啊 你现在打 他就这么走了 把你留下了 把你留下了 你说怎么办 算了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他是带着吧 你现在马上就进给我找一家宠物寄养店 快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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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蜡烛 夏天 生日快乐 还有 我爱你 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祝Summer 我爱你 生日快乐 快 学 生日快乐 太好了好了 生日快乐 生日过完了 该出正事了 你昨天晚上睡哪儿了 你怎么中午才回来 我爱你洗脚 站住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说 你昨天到底去哪儿了 你干吗 梦了跟沈范人一样 你瞎呀 你没看到今天关心事困路破的样子吗 你不心疼 我心疼 许子豪这 你怎么和许子豪还有联系啊 我想死的心都用了 我的天哪 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昨天不是去抓关心相亲吗 抓他相亲的时候就碰到了许子豪 然后我跟他手机拿错了 我就想他换手机嘛 换手机谁知道我就喝多了 就你们俩睡了 准确一点就要睡着了 我 在前男女友家睡了一晚 大姐 你这什么操作呀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结识 因为 我不记得了 我断片了 关心给你的生日礼物 我 我那天就路过随口说了句好看 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 那关心那边怎么办啊 关心还害怕你吃醋 让我给你解释 相亲这件事是她妈妈安排的 你看你现在搞的 那 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关心啊 绝对不能说呀 这种事打死都不能说 不说话 一个人在这儿是做什么呀 你打我 你喝疯了吧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你看 刚才这个男人让我打他呀 他试试疯啊 你养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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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开点 你知道我这 对这个东西过敏 你拿开点 我对他过敏呢 我养不了 要养你自己养 你怎么这么冷血啊 你不冷血的话 你怎么不自己养啊 我养不起吗 我养不起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还有一只狗呀 应该是在做梦 这不是梦 我从来都不会梦见你 虽然我真的很想你 但再怎么想在梦里见到你 你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果然是梦 许子豪从来不会说这种话 那我会怎么样 我要尿尿 洗澡闭嘴 开快点 不能再快了 再快超速了 罚钱的 你靠边 清楚 听着 点女人的样子行不行 你别闹她 走走 左边 那是厨房 别急 别看了 这里是我家 手机还你 别拍了 没电了 我的手机呢 还我啊 你没电的你给我干吗 这是你的手机 我要我的手机 小宗电话号码多少 我打电话给她让她过来接你 要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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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记得了吗 我送你回去吧 我自己能回去 回家喽 她尿尿了 我 你 你怎么这么麻烦啊 是她 我 不就尿个尿吗 她凶什么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 起来了 起来了 你為什麼要被揉我去相親啊 你說話呀 你為什麼要被揉我去相親啊 你為什麼要被揉我去 倫敦 真的 vario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晚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睡你这儿 你自己记不清楚了 不记得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觉得昨天晚上很美好 咖啡不错 你是希望我说有呢还是没有呢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把这一切都当作没发生过 不是更好吗 本来就没有 你昨天晚上问得非常的热情 说实话 我都舍不得放你回你男朋友身边了 你知道吗 你想干吗 那你为什么不送我回去 我怎么送你啊 小松都好你不都认识吗 而且我也有男朋友你知道 可是我不想啊 我觉得能跟你单独待一个晚上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分手这么久 你想过我吗 没有 我有 哎呀 真是被小松说中了 他昨天喝醉了在公园里乱撞 被警察带走 就派出所过了一夜 太吓人了 哎呀 这个夏天呢 他就是神经大条 还爱毒气 你知道吗 他其实就是气你去相亲的事 所以喝醉了 今天早上在家里一句话都没说 你别想多了啊 说完了 我告诉你 我在家里已经严重地批评他 教育他了 他现在很内疚很自责 我们是好兄弟 我一定是为了你好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看好他管好他 知道了 我该说的都说了 他也信我 我都撒谎撒成那样了 怎么可能信吗 他还不是因为喜欢我 才愿意假装被骗呢 他这人你还不知道啊 其实也还好吧 毕竟他也去相亲了 他也能理解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我们俩大家各错一半 谁开口谁 谁就不占理 我 真的是三十岁的一份大礼 小天 咱妈又来催房租了 又来一份大礼 谢谢 妈妈 谢谢你在三十年前的今天 辛苦生下我 抚养我 爱你哦 题目 爱情面具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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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